你好,欢迎来到我的密码学课,我是卓克 这篇人物传记我们要讲的是查尔斯·巴贝奇 如果不是在我们的密码学课里讲到破译维基尼亚加密法的话 可能你永远都不会听说过这个人 其实历史上有很多能力跟治理都奇高无比又极为努力的人 但一生中并没有留下什么伟大的成就 究其原因呢,更多是因为他们生在了错误的年代 比如说巴贝奇就是这样的 他如果早出生一百年,也许会成为一门学科的开创者 会经常和牛顿被人一起提起 他如果要晚生一百年呢 也许会成为像冯诺伊曼、香农那样计算机领域的英雄 而他却生在了中间年代 他的思想超越了同时代人一百年 但那个年代电磁学还没有先进到让计算机出现 所以巴贝奇是唯一一个用蒸汽、齿轮、曲轴、弹簧制造通用计算机的人 牛津大学出版社曾经在1885年出版过国家人物传记大词典 那里面就收录了巴贝奇 但条目读起来呢,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介绍是这样说的 他是数学家、哲学家、发明家、科学机械师 曾获建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习 但未曾讲过课 曾获政府资助建造一部用意计算的机器 但因与工程师意见不合 制造工作半途而废 后又向政府提交过一份改进设计 中因经费问题未获批准 这个看上去像一个失败者的介绍 后来也演变成后人介绍巴贝奇的模板 不论是在百科上还是传记里头 大都是东一郎头西一棒子 其实他一辈子真正钻研的主题 是关于信息的编码、处理跟传输 由这个念头生出了他一生的各种零零碎碎的成就 巴贝奇是英国人 出生在1791年 去世在1871年 出生的年份正好是英国处于数学发展的低谷 因为在他出生前100年 是牛顿的辉煌时代 但正因为牛顿太辉煌了 他和莱布尼茨关于到底是谁发明了微积分 引发了民族情绪的对抗 后来导致了不列颠群岛 跟欧洲大陆的数学家分崩离析 此后交流就不多了 可牛顿并不是神 微积分的思想的原创性固然伟大 但相比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思想 牛顿的还是稍逊一筹 这个至少体现在符号体系的不规范上 它会导致定义的寒混不清 而欧洲大陆 法国 德国 丹麦等数学强国 在本来就稍有优势的莱布尼茨体系上 继续修补改进定义 所以在微积分诞生130多年后 英国的数学其实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大陆的数学了 这种落后的趋势 其实一直延续到一战之前 也就是说直到巴贝奇去世 英国的数学还一直没有追上呢 而巴贝奇的晚年 电磁学才开始突飞猛进 那个时候的巴贝奇也没有精力体力参与其中了 也正好是在巴贝奇生活的80年中 科学出于探索跟积累 等待下一次爆发的过程中 其实巴贝奇也多少能察觉到自己所处的时代 比如在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 就立志要复兴大英帝国的数学辉煌 他的数学水平确实不低 当年就读的也正是牛顿从前生活工作过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他看的书大都是法国数学家的 比如说拉格朗日的解析函数论 当时他跟另外两个同学成立了解析社 这个社的口号就是要为D摇旗呐喊 反对点的异端 这里说的D呢 其实就是莱布尼茨微积分符号体系里的代表微分的那个D 而点呢指的就是牛顿微分符号体系里头 同样代表微分的那个符号 牛顿呢就简单的把它写成了一个字母上的一个点 这就导致之后没法区分权微分跟偏微分 所以在巴贝奇那个年代 想要学数学必须得读法国人的著作 巴贝奇关注莱布尼茨微积分的内容的时候 也对他的一些发明感兴趣了 比如说由齿轮组成的计算器 还有当时莱布尼茨希望发明一种体系内没有悖论的语言 来研究当前世界上现存的语言 莱布尼茨这种念头就相当于发明一个符号体系 来表达逻辑关系 巴贝奇很看好这种思路 他觉得符号经过精心的挑选 能够做到通用易懂 这种语言应该也是可以用机械齿轮表达的 在这种念头下 他对英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然后写了一本特别的词典 这个词典并不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 而是按照单词使用了多少个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 比如说两个字母的单词都有什么 这个写在前面 三个字母的单词都有什么 这个往后排 这种词典对于他统计字母出现的频率 跟解填字游戏是非常有用的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 他顺手破解了维基尼亚加密法 但因为当时英国跟俄国正在打克里米亚战争 巴贝奇被告知先不要公布自己的结果 所以两百多年来 人们一直以为破解维基尼亚加密法的人是卡西斯基 虽然这也能算作是一种 因为保密而辱没了一位破解者的荣耀 但是巴贝奇的荣耀可远不止这个 他最为人所知的 就是做出了一台极为昂贵 而且几乎没法正常工作的机械计算器 他那个年代 测绘机构对数学精度的要求已经很高了 比如说1824年爱尔兰的地形测量局 准备对国内的大小矿层跟国土边界做一个详细的测绘 用到的对数表就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 测量局找出了当时可以搞到的 过去一百多年内出版过的所有的对数表 一共找出了250多个不同的版本 除了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的 甚至连中国的都给找出来了 仔细对比之后就发现错误百出 有些是进位的时候出错的 有些是数字前后写反了 还有排版出错的 甚至还有六个错误是极为普遍的 这六个错误在几十个版本中都出现在相同的位置 所以看来当初编制对数表的时候 肯定是有互相抄袭 而不是自己算的情况 错误比例虽然不高 但一旦应用在航海上就足以造成失事 巴贝奇认为 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是源于人的参与 如果对数表是机械完成的 表格就不会有这么多错 之后他花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 做可以计算的机器 要解决自动计算的问题 第一台机器起名插分机 那插分机可以做哪种计算呢 比如说我们用三个小球排列成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怎么排呢 那最简单就是顶上一个 底下两个 那如果排成一个边长更大一些的三角形 怎么办呢 那可以排三排 第一排排一个 第二排两个 第三排三个 那按照这个规律 可以排更大一些的三角形 那现在的问题是 假如我想排一个是边长为十的小球直径的三角形的话 一共需要多少个小球呢 诶 插分机就是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的 这个问题呢 还可以更复杂一些 比如刚刚 那只是排成一个二维的三角形 如果换成排成一个立体的正四面体 随着正四面体边长的逐渐增加 一共需要多少个小球构成呢 这个也是巴贝奇希望用插分机计算出来的 巴贝奇做插分机思考的不同点在于 他在动手前就开始评估 由机械部件完成计算动作所需要的时间 这种思考对于今天学过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同学很熟悉 但是在1820年实属独一份 巴贝奇之所以这样想呢 也是有一个很扎实的理由 因为他希望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能大卖特卖 如果他的计算速度还不如找几个人手工计算的话 那肯定是要赔本的 估算的结果呢 是当时两个长度是50位的数字枪加 需要用时59秒 这个时间呢 确实不短 但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因为这59秒要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处理进位的操作对应的机械动作 这部分竟然需要用掉50秒的时间 而剩下所有的操作只需要用9秒时间 所以如何优化进位上的处理 就是任务的关键了 优化了无数张图纸之后 在1820年他开始动手 最初版本的机器只用了6根轮轴 几十个齿轮 几十个弹簧 他拿着这套样机到处做演示 说服了英国财政大臣 从1823年开始 财政部开始每年给他批1000多英镑的经费 供他研制 前后一共用了20年 最后这套机器已经变成了一个15吨重 25000多个零件的大机器 以至于他为了向财政部解释工作原理 都需要另外发明一套符号语言 来说明机器的研制进展 在这20年里 他也成了英国上流社会的著名人物 也赢得了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系的职位 达尔文 法拉第 狄更斯 都是他家里的常客 这套设备也确实极为精致 也考虑到今后的量产了 所以部件尽量规格统一 但是实现稳定运行的成本实在太高 财政部在十年 一共支付了17000英镑的费用 可即便这样 这个机器离正常的高负荷运转还差很多 最后财政部停止了资助 巴贝奇的插分机最终只停留在原型机的阶段 不过这么多年的持续研究插分机 也让他有了很多新的思路 不甘心认输的巴贝奇又提出了 要做一台功能更加通用的分析机 这个机器理论上可以进行更多种复杂的运算 复杂到甚至可以算E的X四方减一分之一 这样的数值都可以 他希望这台机器的输入是一些打了孔的纸片 称作变量卡 在机器中间加入另外一些打了孔的卡片 来规定机器传输变量卡的规则 最后输出卡片上打的孔 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而这所谓的另外一番景象 就是分析机的计算结果 整套思路涉及到运算 中间结果的存储 中间结果的再提取 涉及到条件语言 循环指令等等细节 简直跟现代计算机的思想极为接近 但可惜 这次没有哪个人 哪个机构再肯资助他做分析机了 其实就算是有人资助 就算是这次资助的金额是上次的十倍百倍 他的想法也注定实现不了 因为巴贝奇的整套思维超前了那个时代一百年 让蒸汽动力驱动齿轮和轴 完成这些操作是不可能的 这些功能起码要等到电路或电子管诞生之后才能实施 而这些电子元器件呢 是在巴贝奇去世之后三十年才出现的 虽然他一辈子也不缺钱 爸爸在去世的时候留给他合今天一千多万美元的资产 他随便给某个公司设计一些设备就能赚上一大笔钱 虽然他也不缺名声 既是卢卡斯教习 又是皇家天文学会的会员 虽然他也是儿孙满堂 但是1871年他离世的时候 还是怀着怨恨跟失望的 他一直纠结 没能实现用机械编码信息处理信息 巴贝奇超越同世代人最大的地方 就是他察觉到信息的处理是可以不由人干预的 可是当年只有蒸汽提供动力 蒸汽驱动的东西实在太粗糙了 而巴贝奇的遗憾只能由后人来补上 那他们就是图灵 香农和风诺一脉 下一节课我们来讲讲图灵 关键 9 Ale